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安乐船杀青啦 迪丽热巴太美,龚俊很俊,刘宇宁造型很惊艳 近日,迪丽热巴,龚俊,刘宇宁主演的安乐船在历经四个月后 也终于走到了杀青阶段 透过官方,及网友们发布的路透图可以看出 这部剧的浮化道还是挺让人惊艳的 尤其是刘宇宁的红衣造型 相较于近两年的三毛钱快餐造型 刘宇宁的这套装发,简直不要太精致 再加上刘宇宁本身的长相优势 这个造型放在他身上妥妥地被打成了光芒万丈 对此,不少网友感叹,终于有一部不辣眼睛 不用看谱信南强装高富帅的古偶剧出现了 要知道,今年的影视圈可是雷声大噪啊 无数的烂剧,都挤到了一堆 要命的是,剧里的浮化道还非常敷衍 其男主,女主的颜值更是不忍直视 无数长得极其普通,毫无辨识度 甚至有些还长得颇为雷人 与美帅毫不沾边的男女演员 居然还脸部红心不跳的在剧里饰演剑眉星目 气宇轩昂的美男子 以及一顾清人城,再顾清人国的爵士美女 真不知道是导演神没有问题 还是金钱让他们迷失了双眼,丢掉了良知 如若不然,靠美出圈,靠光影打造氛围 靠演员能力讲述故事的作品 又岂会如此粗质烂造 当然了,若说这些剧目仅仅是颜值不够也就算了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天生的好皮箱的 可是,作为演员其演技让人不敢恭维 满屏幕都是尴尬,贼未免太说不过去了 尤其是近两年火出天际的古偶剧 放眼望去,整个古偶剧市场 能够配得上精品实在是为数不多 不少的剧就连最基本的合格线都达不到 得有趣的是,尽管观众们骂声再道 但导演们仍拍得不亦乐乎 演员们仍演得不亦乐乎 于是,就出现了歪头 瞪眼,嘟嘴,装傻冲嫩 机器人是表演成了这类剧的招牌动作 不得不说,金钱的魅力实在是大 大到可以让人扯掉遮羞布,闭眼来捞金 所以,当安乐传这类良心剧传出风声时 观众们会如释重负,会惊喜不已 毕竟,常年被各种雷剧着眼的我们 真的很需要拿得出手的剧目来洗涤我们的双眼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演员阵容真的太豪华了 整部剧都是俊男静女 从主演来看,女主任安乐是由迪丽热巴来饰演 男主寒夜是由龚俊来饰演 与男主戏份相差无几的男二是由刘宇宁饰演 在配角上,这部剧则选用了超多的新人演员 如夏南饰演安宁一角 裴子天饰演墨北一角 李淑婷饰演帝城思一角 王毅婷饰演琳琅一角等等 每一个演员单拎出来 都是能撑起一部剧颜值的美学盛宴 何况这部剧还集结了如此之多的俊男静女 不过,有一说一 浮化到精美并不等于整部剧就是上成作品了 其作品是处于优质作品 还是劣质作品 还是得看整体 尤其是演员的演技 就是不知道安乐船上线后 刘宇宁的演技能不能经得起观众推敲 能不能对得起观众的期待 能不能有此前在长歌行中饰演号都一角时的水准 你们看好这部剧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